小時候有沒有被爸爸媽媽打過? 當然有啦 我很記得爸爸的衣櫃裡面 放了一條三合一的藤條 把握到肉裡的時候 留下的藤條柳 零射粗 明天上學要遮住遮住 免得被同學見到 打得厲害那一陣子 我都有試過偷偷地藏著藤條 以為爸爸找不到就沒得打了 誰知他找不到藤條 禮手拿起衣架一樣照打 打完還很堅持地說 是罰你不是打你 有時他會叫我站定定 要我自己說 要什麼罰多少下 我常常都不知道怎麼回答好 說多又怕痛 說少又怕他嫌少 會打多幾下 有一次 住在我對面樓的阿姨跟我說回 他說見我爸爸追著我 從廳FIT到入房 從房再FIT出廳 覺得很誇張 其實你現在問我做什麼會被人打 我都只是記得 小時候經常都不想做功課 想很多辦法 騙爸爸媽媽說做完 每次被人發現 都會藤條燜豬肉 但是欠功課的情況 就一直持續 搞搞下 升了中 阿爸媽都懶得打 轉捏點 是喜歡 那時候 我突然間覺得讀書很好玩 好奇心愈來愈大 滿足感愈來愈多 之後 就沒有什麼逃避功課 這條藤條 都不知去了哪裏